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橄榄油 现在痴呆症在临床上没有治疗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做好预防的工作 预防中包括脑力锻炼、体力锻炼、饮食调节和三高的控制 三高控制和饮食调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 薄熙熙给大家分享过很多已经存在的能够降低痴呆症风险的饮食方案 其中都提到了一点就是用油 用油非常推荐的就是使用橄榄油 橄榄油为什么有助于降低痴呆症的风险呢 第一个就是它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好的脂肪酸相比于猪油 虽然说它烧菜比较好吃 而且它里面富含分类的化合物 这二者使得它有一个抗炎抗氧化的作用 抗炎是指大脑中一些慢性淫症可能会使得痴呆症的一些病理会加速聚集 橄榄油有助于减缓这个过程 而且含有一些维生素A、D、E还有多种宽物质 但是市面上橄榄油凌蓝满目价格也差的很大 那罗西星今天就教大家几个选择橄榄油的重要的点 第一个点就是您尽可能的去挑选特辑出炸橄榄油 用物理压榨的方式去提炼出来的 会更加健康一点 上述像什么多酚啊 这些抗氧抗氧化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一些 第二个点就是你如果说想要自己去买大桶的那种桶装的橄榄油 买过来之后换油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种深色的油品 因为它怕光照 而且它对温度也是比较敏感的 大家尽可能不要把它放在灶台旁边 然后第三个重要的点是看这个橄榄油的一个采摘时期和最佳饮用的时期 那采摘时间尽可能不要超过两年 比如说今年是2022年 那采摘时间尽可能是2021年的会好一些 如果说平时上连这个标签都没有的话 那这种橄榄油一般来说就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像橄榄油有一些上面会标酸度的 酸度的话推荐要不得高于0.8% 那这个实际上本来海外是有这个标准的 但是国内因为没有这个标准 每一家都可以叫做特级出炸橄榄油 当然在海外的话它必须要酸度 要这个不得高于0.8%才可以被叫做特级出炸 所以有一些在国内达标的橄榄油会额外的标注出这个内容 所以您也可以看一下 最后一点就是有的人怀疑说这个橄榄油不是说不能够炒吗 其实也是可以炒的 但是它最最合适的方法可能是用于凉拌菜 但是炒也是可以的 推荐的就是油温不要过高 就是您可以是热锅冷油 然后一直用中火的方式去炒 这样子分位会是最好的 最后即使是橄榄油 那当然也不要说随意的去吃它 能少量的用是更好的 所以现在还有一种那种喷雾型的橄榄油 就只要喷一下油脊箱 只是想煎一个鸡蛋 好的 那最后要降低痴态症的风险 用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点 还要注意脑力锻炼体力锻炼 饮食的调节 那做好这些综合的内容 才可以很好的降低痴态症的风险 好了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也祝大家能够选到合适的橄榄油 那未来如果罗西西看到有什么合适的品牌 也会在视频中推荐一下 好的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